爸 不会吧 就这么几只大闸蟹 就把你给收买了 你爸不是这么嘴短吧 我告诉你啊 我就一直觉得 你跟胖子合适 跟方言不合适 你说你跟方言结婚这一年多 他有一次老老实实地 坐在这儿陪我吃饭吗 方言家和咱们家有距离 我就看着胖子好 你说啊 说东他不敢潮汐 没事往咱们家跑 跟我半个儿子似的 我就你这么一个女儿 我看着胖子好 我就喜欢胖子 不过你要搞清楚 是我找丈夫 不是你挑女婿 可是结果怎么样呢 不还是离了 你到底什么意思呀 你把话说清楚点 我没有别的意思 我就是想让你放手 别再纠缠了 行了 吃饭吧 我明白了 妈 你怎么不说话呀 是不是心里有鬼呀 你谁怎么办 行啊 这枕边风吹的 把我爸都给拉拢过来了 你是不是现在就希望 我跟方言赶快散了 好让你的女儿 跟方言在一起 你快闭着你吧 这孩子怎么什么话都敢说呀 什么敢说不敢说的 你问问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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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这么想的 你问问他 你问问他 我就是这么想的 我就是这么想的 因为你们的感情已经不存在了 现在我为我的女儿想做点事情 我希望她幸福 难道我错了吗 爸 你听出来了吧 这当妈的还得是亲的 其他都是假的 这死呀 随你怎么想 腰又扭了吧 自找的 掏心掏肺也都没用 都没用 走起来躺着去吧 躺着去 慢点慢点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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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了 慢点慢点慢点 就是这个字 真是 任师傅忙着呢 好 慢点慢点 慢点慢点 怎么这么巧啊 越是怕碰到 就一定会碰见 干什么去啊 上班呗 还能干嘛呀 你呢 干嘛去啊 跟着他 子舒过来电话了 说我起码了腰扭伤了 非让我去看看 严重吗 我也不知道 说是又吵架了 肯定是因为我 你看 当初幸亏没有承认 咱们之间的关系 要不然呢 又要炸锅 方言 你走吧 你放手 这是医院 你干嘛呀 你干嘛呀 你放开我 放手 放开 为什么要这样 咱俩有什么见不到人呢 干嘛弄得成天 跟做贼似的呀 咱俩是相爱的呀 之前我不敢公开 是因为我怕林子舒 我找你的麻烦 我必须跟林子舒 把这个事处理干净 但现在不同了 我现在必须要公开 你跟我走 你放手 我知道你不想放弃 我也是 可怎么办 你那前妻是我的姐姐 虽然不是亲的 但总是一家人 放手吧 只要对你也是一种解脱 难道你夹在我们姐妹中间 你不觉得别扭吗 舅舅 我不想对不起你 你没有对不起我 你没有让我爱上你 我已经很满足了 我走吧 我说刘大秘书了 我说刘大秘书了 什么事啊 这么着急把我叫来 还刘大秘书呢 没见我真郁闷着吗 都是因为你 就不该跟你这么多嘴 怎么了 你知道吧 方言他妈把我给开除了 他嫌我多嘴 不适合给他当秘书 不会吧 难道他有什么秘密 怕给别人知道啊 算你猜对了 他真是有什么秘密啊 真的啊 说来听听 你说我天天守在他身边 有什么不知道的呀 他曾经有过婚事 好像还有一个儿子 真的 到底怎么回事啊 你怎么又来了 你怎么回事啊 你是不是以为 在我这磕瓜子 能磕出来金子啊 你要干什么 我知道你最盼我来 可我偏要来 我告诉你的实话 跑你家去找你的丈夫 你说呢 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卫兵都结婚了 你做亲妈的 总该表示一下吧 是不是 是 是 我就知道你这种女人 不从我身上 榨树点油水来 你是不会善罢敢修的 这钱给过你嫂子 她拒绝了没药 那是她傻 我不会 就这么的钱 也太少了吧 她拒绝了 她在这儿 我估计了你 一枚子 她拒绝了 她拒绝了 有兵而是她 在这儿 大工夫 我过来 你还是不想去 她拒绝了 她拒绝了 你还是不想去 她拒绝了 你记住了 我要太贪 我要把口开得太大 最后把自己掖着 靖弟 你何必这么紧张呢 我只不过想要点钱 让卫兵想过点好日子 行不行啊 是吗 你说的是真心话吗 你这种女人什么德性 我不知道啊 幌子 你不要总把卫兵挂在嘴上 好不好 你如果真想心疼她 真想让她过上好日子 那你为什么不把你的钱给她呀 你肯吗 你肯吗 拿着这个钱从此消失 以后不许你再到我办公室来 我警告你 如果你真敢到我们家去 你把我惹齐了 我什么都干得出来 记着你 你吓唬谁呀 算你狠 行了吧 但我自己整个人阿们 merchant 鲁 monte 你说是什么 是不跟你说的 对 还好吧 没关系 就是她把我给气的 说什么呀 我说错了吗 我早晚有一天会被她气死 行了 你就别生气了 别生气了 舅头 陪你妈好好聊聊 我就先出去了 我 我 我先出去了 这侯妈难当啊 这侯妈难当啊 你对她再好 她都认为你不是真心的 妈 别这么说 谁家没有矛盾啊 就是亲生的也会有 对不对 妈 怎么着 您怎么没有烧开水呀 瓶子里都是空的 那不是烧着呢 妈 你看不见呀 妈 妈 不会吧 妈 你也像老姑那样瞧不起我了 是不是觉得你们家卫兵 娶了我之后 负担越来越重了 吃亏了对不对 嗯 你呀 是个明白人 你说呢 我知道 不就是那三万块钱嘛 妈妈妈 妈 您是不是觉得 我不敢拿那些钱哪 啊 张小梅 亏你跟秋桃还是好姐妹呢 你不知道吗 她承包那食堂啊 就是为了给职工搞福利 说是承包 其实就是管理 她那利润全部都要上交 只是拿点提成而已 她那钱赚不了多少 人家给你钱你就拿着 她那钱在你手上不烫的 妈 您误会我了 我根本就不是这个意思 其实啊 我根本就不在乎那些钱 我啊 我只是想看看 你们心里面 到底还有没有我 得了吧 你心里怎么想的 我还不知道了 你不是就想跟人秋桃比吗 你不是就是吃醋吗 你要那么在意 你丈夫以前跟他的事 你那么在意 我们对秋桃好 那你就不要结婚呢 妈 怎么了 哎呀 什么怎么了 你老婆在这儿 骗她的 什么呀 又怎么办 别碰我 你说我这儿算什么呀 我这到底算什么呀我 卫兵 你自己平常去讲讲 我就嫁给你的时候 一 没有药材理 又没有要办婚礼的 还要我这个做媳妇 怎么做她才满意呀 行了 现在我总算明白了 这婚前 就应该把所有条件 都给提好了 这女人上了床之后 她就不值钱了 你们男人啊 永远是得不到的 才是最好的 求到她 永远都比我好 这怎么说话呢 她哪能跟你比呀 你比她好多了 行了吧 使不定哪天看着我的时候 心里却想着她那张脸 这怎么会呢 你 来来来来 亲一下啊 有什么好亲的 每天只知道亲 亲你家的秋桃去吧 这个什么呀 你这乱讲 说什么呀 沐桃 你上碗了 叔正好有个事要问她 我说 您是不是跟方言好上啊 你是不是跟方言好上啊 紫书告诉我的 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叔就信你 你实话实说 是不是 没有 我们只是好朋友 那是自书这孩子多信了 我还真得说说他 哪能容不得人家方言 身边有几个女孩呢 尤其是在医院里 不过这也是好事 说明他在意他 作为父亲 我真希望他们能够复婚的 秋桃啊 如果你有机会也劝劝方言 行吗 我会的 那你接着刷吧 我去看看你妈去 秋桃在吗 不在 你找他有事 我是他姐 没事不能找他 姐 什么狗屁姐 我还是他老公呢 你配吗 当初要不是你 他能丢吗 你是魏姑姑吧 是 当时我把他弄丢的 我哪是不小心啊 可当年我也是个 不懂事的小屁孩啊 你能怪我 不赖你赖谁啊 要不是你 秋桃能在我们家 白吃白吃这么多年吗 到头来 还不愿意嫁给我们家卫兵 我们家亏大了 听说卫兵不是你们家亲生的 是我婆婆 金帝的亲儿子 你怎么知道啊 我什么不知道呀 我什么都知道 你说有这样的亲妈妈 太狠心了 其实是狠心 太恶毒了 当初下半本城 就把他抛弃了 现在这儿子 都占在那屯前 他都不愿意认他 太久了 只要问他要钱 他就给 不就像拿钱 堵上我的嘴吗 不想把这事情露出去 怕丢他的脸 你说 这是什么女人啊 太狠心了 李子舒 你是不是在罩我吗 这怎么会呢 我先走了 妈 你喝水 你好好休息 那我就先回去了 秋桃 秋桃 妈真舍不得你走 我晚上再过来看你 秋桃 跟妈说句实话 你是不是和方言相爱了 妈 你放心吧 我不会让你为难的 看你说的 这样吧 找个时间 把魏家人约上 我们一起聚一聚 好 我来安排 你放心 那我先走了 你好好休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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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男人离了婚 就是不一样啊 神采飞扬的 你再看看我 都快变成别人的笑柄了 你知道我现在看到你 是什么想法吗 我一定要复婚 不可能 没有什么不可能的 要是你妈同意呢 我的婚姻我做主 那咱们就试试看 这个婚我是复定了 云徒 老姑 怎么了你 我真是越想越来气 这李子树啊 她也不是个东西了 出什么事了 我跟你说啊秋桃 你就是长十个脑袋 也经不过她 这个女人哪 一披三个谎 不把你心里累的东西 给榨出来 她是不会罢休的 难怪啊 方言把他给修了 太对了 秋桃 我对你说 我不许你认他 什么姐姐呀 简直就是个狗屁 老姑到底怎么了 行了 别问了 我烦着呢 这五万块钱呢 你去还给方言他妈 什么意思 还他就行了 他知道了 问这么多干什么 我走了啊 钱小心啊 小梅 挂上怎么样 你高一点不会呢 高一点呀 还高啊 这再高就到房顶上了 以后进门得抬头看啊 听你的还听我的 听你的 这不听老婆的听谁的呀 回头你让我挂哪儿 我就挂哪儿 那还差不多 妈 你们俩干嘛呢 妈 您回来了 妈 妈 您回来了 你看 些什么样的 我想看 您回来了 我快死去 你做了 你做了 就做了 我做了 你做了 你做了 我做了 我做了 你做了 怎么了 什么叫我又怎么了呀 你去问问你丈夫 她一个月挣多少钱呢 千八百块钱不多 够咱家一个月的生活费了 你说你们花那么多钱 就照这么几张纸摆着 这能当饭吃吗 还不如买几件衣服穿穿 浪费 妈 您这话太不讲道理了 我怎么不讲道理 这是不是浪费呀 干嘛呀 我句句都是理 我怎么不讲道理了 都是自家人 总得把话说明白吧 我和卫斌结婚的时候 都没有办婚礼 现在拍几张结婚照怎么了 我就知道你要说这话 你是不是不花钱 这心里边别扭啊 好啊 你把秋桃给你那 三万块钱拿出来 咱大办 行吗 我肚子饿了 妈 你说你这是何必呢 你的观点太过时了 这年头谁结婚不拍这个呀 咱能跟人家比啊 咱家有钱浪费吗 我问你 好好好 妈妈妈 行了行了 我这拍都拍了 你就别生气了啊 你呀 没用的东西 连老婆你都管不住 赶紧的 赶快把它搬到你的屋里去 勝的跟这儿捯一眼 这是妈 这多好看啊 我挂我屋还不行吗 我去 妈 回来了 我跟您说一声 家里的新钥匙我也配好了 衣服呢 我也放回来了 以后啊 就算家里没有人 我也可以尽出自由了 林子舒 你真是太本事了 本事啊 我这算什么本事 我只能说啊 您的方法太拙劣了 这点雕虫小气难不倒我的 你自说 你真的失去尊严了吗 我告诉你 方言是不会跟你复婚的 我也不会答应的 您是您 她是她 我不是跟您复婚 我是要跟她过日子 您凭什么不答应啊 我是她妈 你说凭什么 也不看看你自己什么样子 我那么优秀的儿子 给你糟蹋呀 知趣点 赶紧走 你不止这一个儿子吧 你外面应该还有一个 我要是没记错的话 他应该是秋桃的哥哥 叫卫冰 他跟方言是同母异父的亲兄弟 您隐瞒过一段婚事 为什么要隐瞒 我都知道 听谁说的 您听谁说的 妈 您干嘛这么启动啊 没事吧 妈 只要您能促成我跟方言复婚 这件事 我绝对不会像我爸说的 这年头谁没有隐私啊 不过啊 要看您怎么做了 我先走了 拜拜 什么时候来的 刚过来 来 现在坐 坐 我看你脸色不太好 身体不舒服啊 没有 我挺好的 去看你亲妈了吗 伤得严不严重 还行吧 子舒他爸问我来着 问咱俩什么关系 你怎么说的 我 我 我骗了他 说咱俩什么关系也没有 他听得倒是踏实了 可以你知道 我心里是什么滋味吗 我知道 但是你这样的话 还不如抽我一巴掌 凤言 我没有怪你的意思 是我没有勇气去面对 对了 这是我姑让我给你母亲的 这什么意思啊 我也不太清楚 说是还给她 你姑还给我吗 嫂子 生活就是这样的 老姑啊 你说叫我说你什么好呢 我怎么说的呀 叫你别动不动就往医院跑 干什么呀 唯恐天涯不乱哪 我怎么知道 林子是不是这种女人哪 她这是故意想套我话 气死我了 那这下怎么办吧 你看这金帝也被动了 咱们家也保不住了 这卫宾早晚有一天会知道 你说你折腾什么呀 你不累我都累 你闹着什么劲儿的呀你 这能怨我吗 我还不是我连卫逼 我要这个价 好了好了好了 你能不能少说两句 出去出去出去 让我安静安静 烦不烦你 你只会这样对我 老姑 妈 老姑 老姑 吵架了 我们吵不吵不吵不关你的事 你回去把你媳妇管好了 我就谢天谢地了 不就是拍了几张照片吗 你至于吗 没一个让我省心的 好好好 我去管小梅去啊 就慢慢坐啊 老姑 老姑 我偷偷偷偷偷偷偷见 奶奶 嗯 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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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回来了 回来了 怎么了你 身体不舒服啊 没什么不舒服的 就是被那个林子树气的 我一想起她 我这心闷的呀 那你就别想她嘛 对了 秋桃让我给你带了五万块钱 这 这什么意思啊 她说是她姑让她还给你的 对了 妈 你们怎么会有来往啊 什么一话都说不清楚 什么来往还哪 是她姑 要租医院门口那个房子 她以为她交给定金就能搞定了 这个人真是不懂规矩 那你干嘛这么激动啊 儿子 妈跟你说 以后呢少跟那个秋桃来往 她跟林子树是什么关系 你又不是不知道 是不是 不要真是爱上她了 你就是自己给自己下套 到时候怎么相处 行行行行 你别说了 我知道了 你看你那个态度 我是提醒你为你好 好 喂 这么晚还不睡 你怎么那么晚才回来呀 这工地上加班嘛 累死我了 累死你活该 你工作倒是挺积极的 你老板给你多少钱啊 老公 拿着 依我看啊 你就应该去开个什么出租车 总会比去工地干活强吧 对不对 我跟你说老婆 早八百年前我就想到了 可惜呀 开不了 为什么 人家公司规定了 只能本地户口的才能开 你明白吗 你怎么那么笨啊 你就不能找点别的事情做做妈 哎 我现在啊 正想干点别的事呢 啊 救命啊 你要干什么 你怎么越来越没真情了 门来开真的 等我妈妈看到了怎么办呀 啊 不管她 啊 救命啊 来 妈 妈 妈妈送了点夜宵啊 本来小事 明天再说吧 妈 有什么事您就说嘛 来 先趁热把这面先吃了 来 儿子 儿子 妈呀是想跟你商量个事 我是想啊 嗯 我想过两天 咱们就不在这住了 搬回老家去住 啊 好 为什么呀 也许是我这 年纪一天比一天大吧 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特别想老家 这不连做梦都天天想 我觉得还是老家住着舒服 心里边也踏实 那秋桃呢 秋桃也回去吗 秋桃我还没来得及跟她说呢 回头再说吧 妈 我首先声明 您要回去的话 您就自己回去吧 我跟卫兵 我们两个人是不会回去的 我们俩有海买房呢 我们俩以后啊 还要做真正的城里人 水镇那个破地方 有什么好代理呀 还不憋死了 对不对 以后我们两个人啊 是不会回去的 对啊 我说小梅啊 卫兵可不是你一个人的 他也是我儿子 养儿返老 这点道理你应该懂吧 妈 好了 你们自己商量商量吧 趁着我把面吃 妈 慢点啊 哎哟 你干嘛呀 什么干嘛呢 你刚才怎么一句话都不说啊 我发现你小子不对啊 你以前都不见了哪儿去了 怎么了 什么怎么了 你以前为了秋桃 你可以跟你妈对去干 现在倒好怂包了 怎么说话呢 我告诉你啊 你要是敢回去的话 你试试看你 咱们俩就 一一 离婚 离婚 小梅啊 你说什么呢你 什么说什么呢 睡觉不跟你说 小梅啊 你听我说 你听我跟你说啊 走走走走走走 找你妈说去去 我跟她说什么呀 我跟你说 找你说 你说我哦 我天哪儿 焦糖 姐 你怎么来了 你来干嘛呀 我跟妈说好了 晚上过来看看她 你喝酒了 这次打离了婚之后啊 哪天不喝呀 你别看我平时跟没事一样 可是我这心里 不痛苦 这男人跟女人没法比啊 男人离婚了就彻底解放了 想怎么玩怎么玩 你说放言不又是个例子吗 你说呢 我怎么知道 秋头 你给我说句实话 你们俩到底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我们俩什么关系也没有 你当我是傻子呀 你别骗我了行吗 就当 就当我求你 你能不能离方约远一点 我这个人你是不了解的 你把我逼迹 我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 我真的不想到处伤害的那个人是你 你明白吗 好了 不走了 咱俩回去吧 路上小心啊 转护了 你我不想到这个人 你不是个人 你不想到这儿 你不想到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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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桃 你干嘛呢 怎么了 没什么 是不是有点不舒服呀 胃好像有点瘦脸啊 走 我带你到医院看看去 不用了 没那么大惊小怪的 你怎么来了 今天下午我们小学同学聚会 正好路过这儿 想过来看看你 方言 咱们以后还是别再来往了 你这话什么意思 我不是说了吗 是我没有勇气 你是没看到林子书对我的态度 忽冷忽热 这种错综复杂的家庭关系 我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亲情和爱情 我只能选择一个 你能理解吗 我只能选择一个人 你让我 说什么好的 你 你注意身体 我先走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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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心里空荡荡的 总觉得不踏实 不知道放眼回来没有 谁知道啊 我不是跟你说过 多少遍了吗 别去管她了 她已经不是孩子了 老公 老公 我有件事想跟你说 什么事这么重要 说老婆的话我得听 管车 什么事 老公